achi 哈哈哈 大家好 欢迎回到妄向片一部的 《笑星芒新闻 乘以法庭芒新闻》的节目时段 今天又是我许珊 另外是我们的新西兰 伊德台阳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有关于客技协主席陈朗星 他较早前能够得到法庭给他暂时离开香港半年 去了英国牛津类似的学人计划 你当时还猜他会不会流亡 不过他也算是这样 回到香港接受这个审讯 好事的 应该要这样的 现在在法庭方面 用一贯的程序 经过控辩双方 一起谈相关的证据 或者当时有什么片段 例如辩方会有什么质疑 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在法庭 宣过世的作工 都要是正确的 不像陈朗昇所属的网媒 Changlo C 为了要做东西 就不惜 又要作东西 最经典的 近期炒得焦了 就是说矿港智已经着草去英国 是呀 这个人也会作的 不知是他作的 但是他是Changlo C的知名记者 我相信不多不少也有关系 你会不会去谴责一下 为什么用你黑记协主席的身份 再谴责自己这个Changlo C 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假的假身份呢 是不是 不是呀 又不出声 没有的 自己作东西就不出声 人家作东西就鬼杀 不断指责人 很多时候 你们做事五十步笑百步的 所以对于这个作字 在辩方也有质疑 截查他的警员 究竟是不是叫作故事 好了 我们不如今节还原一下法庭里面 控方怎样说 以及片段里面 究竟是拍到他 这个陈朗昇 做过些什么 好吗 好啊 被告陈朗昇 现年41岁 单身男士 亦在网媒 嘟嘟嘟 刚才说了 免得再帮他宣传 的采访主任 亦是客记协的主席 他就否认阻撓 在正当执行职务的警员罪名 另外 还有一项的交替控罪 就是阻碍公职人员罪 说他在2022年9月7日 在麦花省场馆对出 故意阻撓 正在执行职务的女警 2678都 阻碍他执行公务 好啊 这个人 完全不是 Gentleman 不是啊 绝对不是啊 这个人是 哇重要啊 他是相当之串 其实呢 这一堂事来说 我觉得呢 这位女警 已经是对他非常客气了 客气 我同意 来啦 控方传召了这个折查 陈朗星的女警 Madame Leung 就上庭作工了 他就说了 案发的时候 他就驻守在旺角警署的活动管理组 也都穿着便装去到当席 也都是负责 这个区内公众活动的管理 那就知道了 当日元朗朗平村的业主立案法团 就会在墨花婶场馆里面 有些花婶搞下 谁知道你这个陈朗星 再来搞花婶的花婶 哈哈哈哈 搞花婶的花婶 因为那个朗平村 他们自己都说要玩大他 当时这个陈朗星就知道 哇正东西 还不来发行他 谁知道搞你自己 真是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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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又不知道 刮起哪条筋 其实当时 人少少 也有一百宗居民出席 那麦朗梁呢 就再说了 因为警方 嘟嘟嘟嘟嘟的收到 不知道是否有人给了摩斯密码 就说 有人竟然在网上鼓吹 一些媒体 再连同这些居民 来到 自自浸 自自浸 那些居民来到 我们那些什么什么媒体 跟你发行之旗去 好吗 当然好 有你们帮我们 撑 说一下朗平村 列主 很多不满 政府又不帮忙 接着 是吗 政府没有帮忙吗 我们估计 可以 我们跟你玩大它好吗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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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冤枉出来 你们和我这个墨花神 搞这些花神 估计 评估可能会有相当大的机会 发生一些混乱 好了 拖拖 就不多 好了 他说要去那边 染布房街那边看看什么 看到 有两个男子 走向这个墨花神球场的方向 其中一个 穿着橙色的短袖上衣 蓝色的短裤 黑色的拖鞋介乎与凉鞋之间的东西 整个 是否一想象得像不像那些的士的那些 那些司机大哥那些 是吗 穿着凉鞋 对啦 穿着凉鞋 短裤 像假裤鞋 身形肥这个 我们看看陈朗星就觉得 好像也很像 差不多都是这样的 穿着凉鞋 其实还挺像监房里面 都是穿着凉鞋 到处地方走的 是 他是整阵老味 然后再加黑色的寻背包 像小巴斯基的那种 也挺像 然后才知 他是顶顶大名的 記協主席陳朗昇 另一個是他的攝影師 穿著灰色常衣 像是背著一個很重的背包 Madam Lian說看到這兩人 打斜走過馬路 見到陳朗昇掩著斜背袋 四圍勺 眼睛睛不知看什麼 古古怪怪 當然Madam一開始就認不出 你以為你很帥氣嗎 你以為你是郭富誠 黎明 周杰倫一望就認得到你嗎 在那裡咬咬咬咬 什麼 我是記協主席 你認得到我嗎 什麼 不認識我嗎 記協 記協都認了 我啊 信不信我射碎你 會不會這樣 估計看到兩人古怪怪的 一個是大背包 因為不知道你是相機 阿哥 你看到我擠著斜背袋 你不知道做什麼鬼 不知道做什麼 是啊 啪啪地站著 這句我加進去 下廂的 估計他可能想進去麥花慎 是不是要搞示威呢 如是者 警員唯有上前要截停他們兩人 也有Madam Lian負責問和搜查被告 誰知陳朗聲來了 馬上發難 Madam Lian說是有向被告出示委任證表露身份 即是不用再說委任證 委任證 委任證 首先Madam已經先給你委任證 我拿委任證出來 你拿身份證出來也很合理 那他也不肯合作嗎? 不肯啊 真是人渣 為什麼要搜我? 這麼兇啊 畢竟是Madam 應該是禮貌一點 小姐或Madam為什麼要搜我呢 可能給男士的風度也好 不是啊 什麼什麼什麼 為什麼要搜我 搜也不搜 如果給我馬上搜你賣槍 踢踢踢地擦開她的腳 然後Madam就說 因為看到你在對面斜角過來 又按著袋子 我就把你截停了 然後他比指揮官更厲害 陳朗昇 反問Madam 你搜哪裡啊? 我這樣啊? 關你什麼事啊? 我搜哪裡啊? 很關系啊 我搜哪裡啊? 很關系啊 我在這裡搜王國 我還要告訴你啊? 不如說多少歲給你知道 不如問我住哪裡 搜哪裡啊? 關你什麼事啊? 關你什麼事啊? 水塘啊? 萬宜水庫啊? 可以嗎? 我過來的 想拋警察而已 當然了 Madam Leung就相當專業了 立刻告訴她 她不會不理她 她也很清晰 其實已經是非常合適 我覺得警方是合作過這個陳朗昇 大家聽一聽就知道 整件事倒轉 他立刻回答你 有啊 她立刻回答 Madam說我是駐守旺角景區活動管理手 麻煩你再拿個身份領出來 誰知道她 什麼啊? 我不生氣 不斷 那你就大聲了 Madam這麼客氣 你又這麼囂張 還有記錄 整個扭機的小孩 不斷重複 折查你什麼原因 即使Madam都說了 覺得你古怪怪的 斜角過來 又按著袋子 這個又帶著這麼巨型的袋子 我現在警告你 我要求你 快點拿身份領出來 不然就構成阻差辦公 誰知道 好像是拿些東西 就在銀包裡 拿了一個銀色的卡套 在那裡 還繼續在問 在場其他的警員 你搜哪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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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其中有一個警員說 如果你再這樣的話 我們就會告你 坐差辦公 快點 我再警告你一次 你現在這樣做的話 是坐差辦公 OK 然後打開了他的隨身錄影機 然後幫他拍起這個影片 哦 哈哈哈哈 這樣也可以 所以 為什麼呢 程唐有片段 你又說 是否作故事 等等 然後拍片 好 然後大家一起欣賞一下 很有趣 然後Madam Leung又說 因為陳朗昇在案發的時候 沒有出示他的身份證 所以就影響了他執行職務 再加上另一位警署的警長 張sir就在現場協助 要求陳朗昇退後退後退後 不要那麼激動 不要空過來 他們可能會把空撥下來 用空撥下來 疑似想的 撥了去前撥 好像很威風 就向後發授了兩次 你的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用這個原因來警告他 他還不理會 還繼續用手指指著張sir 更繼續手指指 厲害了 我講了 唯有張sir就要將他拘捕 法庭上精彩 播放墨花審場館外的閉路電視片段 拍到所有故事 這麼好玩 原來Madam Leung給了委任證看了三次 Madam Leung給了先的 即是沒有委任了 即是你還說別人不合作 現在我叫你拿身份證出來 那你去查家宅 這樣就厲害了 看來這個人當時的行為非常惡劣 再加上Madam Leung 我想是特意跟他這麼合作 這樣才顯得他頑劣 我覺得他是特意這樣 故意給普通人更加自由禮貌 因為你這個人 我覺得他已經中了計 以為Madam沒料到 現在你就知味道了 不需要跟他說那麼多 是啊 這麼禮貌 這麼專業 挺有趣的 反而回到旁邊灰色衣服的攝影師 勸陳朗聲 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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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地跟他說沒事沒事沒事 不過有時候人就是這樣 不要按住我 有些人是專門的 越按住他越勇氣 鼓勵人 我不知道這些人按住他 是不是更加勇猛 不要拉住我 不要拉住我 我沒事 但是最瘋狂的就是他 控方亦播出警員的隨身錄影機片段 亦看到警署警長張Sir向陳朗聲出事委任證 然後陳朗聲說 你是公眾活動 不要以為大聲我會怕你 很丟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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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片段亦看到 張Sir下命令 拘捕他 然後陳朗聲說 你好厲害 我在問你 我問你哪一隊 你還沒回答 然後反抗 沒有搶我的東西 很丟臉 你很丟臉 我正在問你 你還沒回答我的東西 為何要拘捕我 我正在問你 難怪陳朗聲 覺得警隊方面 拘捕他 打壓言論自由 可能覺得 我不能問你 其實現在警方要拘捕你 要回答你的問題 你才可以交出你的身份證 其實我們剛才也說了 一開始的時候 Madam已經把自己的委任證 都沒有任何特別條件下 我拿了身份證出來 你十秒之內 才會拿身份證出來 行不行 行的 一二三 開始 有沒有這樣 絕對沒有 現在你還要這麼囂張 那麼大聲 你是不是已經是違法的行為 我覺得這次是壞了 這次他 對 現在 辯方 剛才我們提到 質疑 是否叫作故事 很搞笑 因為 Madam Leung 在辯方的陪問底下 就說到 這宗案曾經錄過三份的口供 第一份口供當然 在案發當日錄 另外兩份 就是看完涉案的不露電視之後 才再錄 如果看完的話 陳狼聲 你死無對證 你也要說 我看到你 可能你的左手 拿著銀色的套 套裡面有什麼 就會很詳細在口供寫出來 正常來說 警方落口供 就是要很仔細 哪隻手拿 還有他什麼態度下拿 或者怎樣拿 他做過什麼 踏前多少步 是很細緻的 大家都有看過 所以這傢伙 是不是腦屈 做故事 我覺得 不像是這樣 我也是認為 不像 就算你說到 是做故事 但是 後面有影片 看到你這些惡行 已經 無所突然 無所突然 是的 有影片 現在這個世代 每個人都揹著影片 甚至乎 沒有的 都拿了手機 拍餐飽 是很難說 兜得到的 尤其是 你被人拍低了 更加不用說 算了吧 是啊 接下來看看 審訊如何 如果他不認 其實就麻煩很多 還有他的態度不好 搬出來 也是麻煩的 還要坐久一點 是啊 早點認了他 我覺得可能會重新發落 起碼 但是現在他這樣 還要這麼死硬的話 看來他可能有機會 蹲牢了 會不會呢 是啊 很棒 看看有沒有社會服務令 那些 講一下法例 侵害人身罪條例下的阻撓 再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員罪 一經定罪是可以處以監禁兩年 而在監禁程序 這個條例下的阻害公職人員罪 一經定罪也可以叫監禁六個月 今天恭喜恭喜 陳朗昇就可以準備洗定8月15日 可以 我們接下來再看看這個審訊 究竟怎樣 本來你有機會 如果你認了 我想可能可以重新發落 認了很小事 現在還說得這麼硬 如果早就認了 隨時坐也不用坐 有可能社會服務令 或者其他之類的罰則 現在他繼續這樣 看來他很有信心 可能是有信心的人才會這樣 但是如果當時來說 有了視頻的 我覺得很難去兜得到 不如這樣吧 大家買定離手 覺得他是似入去蹲硬 不妨一起留言說一下 好 會不會又多一個他們口中的政治犯 人多了西中 好 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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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